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高远球的热身练习 一 二 跟上节奏 三 放松一点 四 不错不错 保持 五 五 注意呼吸 六 很好 七 对 放松一点 多打一点 找一点感觉 特别是肩膀放松的感觉 十 十 十一 十二 左手抬高一点 对 打的时候左手自然放下来 对 带一点转身 很好 十五 十六 十七 对 调整一下呼吸 保持速度 找肩膀放松的感觉 很好 很好 十八 十九 二十 小叶子的高远球还是很厉害的 从到位来看 实际上 即使没有过线的球 只要靠近线在我看来都是到位的 只能说相对而言 就是一个人的高远球好不好 就是看他球落点的集中度 小叶子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在真实的训练中 因为这个练习比较简单 可能你可以打五十个到一百个都可以 单打中的高远球技术 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 简单不代表它不重要 恰恰它是整个中后场最重要的技术 要深入的理解高远球 我们必须从它的分解动作来讲 我看过很多教学篇 教学篇的分解动作 一般都是分解它的挥拍动作 比如说 架拍的动作 倒拍的动作 挥拍的动作 就是按它的整个挥拍的流程来分解 其实还有一种更加极端的分解 就是从高远球这个动作中 打球的动作和帮助它打球的动作来分解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整个动作中 我们第一个分解就是分解手上和脚上 你要更细致的理解高远球 你可以就不用脚 比如说我坐着打高远球 当你坐到一个凳子上之后 你在打球的过程中 实际上就没有脚的帮助了 反过来说 就放大了你的手上打球的感觉 一样的 你坐下来之后 上半身依然有轻微的转体 然后正面还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很多人讲高远球都会强调一个内旋的动作 因为你正常的这样 切菜这样握拍 然后打球的时候 就有一个这个动作 内旋 师兄的理解里面 内旋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反过来理解 你从打球的那个动作来说 就是击球的那个动作 基本上是最后手臂打直 手心向前的一个形状 然后倒放 然后空手心回倒球拍 倒拍的动作 这个时候 你倒下去之后 手心不是正面的 因为你正面倒的话 手会很别流 它自然会有一点旋转 所以说你 击球之后 它会旋转的 会产生一点旋转 换句话说 如果你认为旋转相当重要的话 这个动作应该是这样的 你会刻意的 向另外一个方向旋转 然后再打球 实际上这样打球也是很别流的 这就说明 旋转其实 不是因为你为了追求旋转 而去放大这个旋转的动作 而是因为你的球拍向后倒之后 它有一个自然的旋转 然后打球 好 接下来我们请小爷子来试一试 就用这个倒拍打球的动作 来打高远球 好 我们试一试 坐着打高远球 一 二 一样的有转身 对 很好 三 力量不错 四 五 很好很好 小爷子 你坐着打球 有什么感受啊 我觉得这个练习方法特别好 我有两个感受 第一个就是比站着打 要稍微的累一点点 但是我们在打的时候 就完全把意识都放在球拍上 这就让我打的球 会更集中一点 然后找点也会更准确一些 小爷子的感受相当精准 师兄来翻译一下这两句话的意思 一个是说他手上打起来 比站着打更费力 这是因为 就是说你真实打球的时候 是加上了一个蹬转的动作 实际上这个蹬转的动作就是 脚的蹬转 款的转体 是帮助你发力的 就是更有利于协调发力 有了这个动作之后 你打球 整个动作是更轻松的 第二个是说他坐着打以后 手上的感觉很精准 这也有一种很典型的现象 就是你站着打球的时候 有些人球会打空 而坐着打球的时候 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因为你站着打球的时候 身体的幅度是加大的 一个幅度加大了 击球点的准确性就会降低 好前面的都是关于原地的高远球 接下来我们更接近于实战 练习一个移动当中的高远球 接下来我们再来 坐下来我们的面前 这个暂时就在暂时 才能做下来 我们下来我们的暂时 看起来我们的暂时 在这个暂时交易运道 我们下来我们的暂时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我们下来